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内阁。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内阁一书章节,25个部委及内阁成员。 关注工信部,传闻过后,苗维仍是部长。 工信部,传闻过后,苗维仍是部长。 工业核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是在原信息产业部、国防科工委的基础上, 于2008年3月根据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设立的。 第一任部长的是李毅忠。 2010年12月25日,以年届退休年龄的李毅忠辞去了工信部部长职务, 由工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苗维接任。 1955年出生的苗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57岁。 外界普遍认为,她会留任工信部部长。 但也有政治观察人士预测,苗维会在十八大后更上一层楼, 有希望晋升国务委员或接任发改委主任。 因为苗维和李克强不但是安徽老乡, 而且还是合肥巴中的同班同学。 不过,在李克强内阁名单公布后, 苗维的职位并没有改变, 仍是工信部部长。 李克强和苗维是高中同学。 李克强和苗维都出生在1955年, 不过苗比里大了两个月, 两人读高中时同在合肥巴中, 而且是同班同学。 合肥巴中官方网站称, 多年来,该校为高等院校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学生每年会考合格率100%, 优秀率80%以上, 许多学科优秀率达到100%, 高考本科升学率80%以上, 考取清华、北大、科大、外交学院、 政治学院等全国重点院校的学生, 每年均占有一定比例。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获得过全国、省、市一、二、三等奖。 合肥巴中的校方简介还称, 该校县为安徽省示范高中, 杰出校友代表, 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工信部副部长苗维, 前湖北省委常委, 武汉市委书记, 袁二气总裁, 中央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瑞成刚, 影视明星李亚鹏等。 据该校校有爆料, 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召开后, 合肥巴中挂出了大横幅, 热烈祝贺我校74届校友李克强同志, 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校友感叹说, 哇塞, 好显赫呀, 震撼。 合肥巴中, 位于合肥市同城路173号, 地处市区中心位置。 学校创建于1956年, 1998年, 实行高出中脱钩, 成为一所高级中学, 2000年被首批验收批准为合肥市示范高中, 校园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12500平方米, 现有24个教学班, 在校学生1600多名。 该校简介称, 多年来, 合肥巴中, 为高等院校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学生每年会考合格率100%, 优秀率80%以上, 许多学科优秀率达到100%, 高考本科升学率80%以上, 考取清华、 北大、 科大、 外交学院、 政治学院等全国重点院校的学生, 每年均占有一定比例。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获得过全国、 省、 市一、 二、 三等奖。 合肥巴中退休老师吴天华, 艺术李克强, 在1974年高中二年级毕业。 他校称, 他成绩很好, 是学生会宣传干部, 人很优秀。 我教他, 高二, 生物, 他好像, 也不太爱发问, 有点小调皮, 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由初一开始, 教李克强的退休老师刘世明, 和李更是感情深厚。 他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 兼政治科老师。 他透露, 李克强读书成绩很好, 很勤奋, 尤其尊师重道。 任何南省委副书记时, 每次回合肥探亲, 亦必拜访中学老师。 他的成就, 是靠他努力而来。 他在北大读书时不吃饭, 在图书馆咬馒头。 李克强在成长中, 遇到无数粮师, 负责整理合肥八中校庆档案的崔继华老师称, 因当年文化大革命, 大学教授也要上山下乡, 八中当年便收容了很多大学教授。 所以, 李克强那一代学生, 机缘巧合, 受到特别好的熏陶, 但无奈现实的老师资料已不齐全。 而李克强同届的学生, 现实, 也在政府各级机关, 中国银监会等工作。 其中, 合肥八中苗维现在是信息产业部部长, 而王菲丈夫, 艺人李亚鹏原来已在合肥八中九十年毕业, 是李克强的同校师弟。 在苗维升任公信不长后, 合肥八中校友调侃说, 苗哥升部长了, 克强没忘老同学。 李一中七年完成三次华丽转身。 虎年岁末的卸任, 对六十五岁的李一中来说, 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转身。 过去的七年, 他的职业线上, 依次标记着国资委副主任, 安监总局局长, 工信部部长这样的头衔, 以每两三年未周期, 李一中完成了属于他的三次华丽转身, 也留下了三张不同的面孔。 面孔一, 国资大管家, 2002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 国资委挂牌, 李一中调任党委书记, 副主任。 跨过从事了三十多年的石油行业, 他成为196家中国最核心国企的出资人代表, 开始打理6.9万亿关乎国际民生的国有资产。 上任后, 他警告一些央企负责人薪酬过高, 他反对大型企业管理层收购, 提出五项禁令。 有人戏称, 他是媳妇熬成婆, 得到的回答是, 国资委不会成为婆婆。 面孔二, 救火对肠。 2005年, 国务院将原位副部级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升位正部级, 更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李一中迎来了新的挑战, 首任安监总局局长。 这一年, 临危受命的李一中, 打响了煤矿安全的攻坚战。 也是这一年, 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背景却无一例外的都是矿难现场。 面孔三, 马前卒, 2008年, 工信部挂牌, 李一中成为历史上第一任工信部部长。 从雷厉风行的救火队长到奔忙不息的马前卒, 63岁的他继续着没有周末, 上班时间5加2, 白加黑的工作强度。 他说, 这是自己熟悉和热爱的领域, 这里有他对中国工业的深厚情感。 责任重大, 李一中说, 他一上任就得出征, 就得作战。 不敢懈怠, 日夜兼程。 在国产汽车吉利, 迎娶美国福特的婚礼上, 他是正婚人, 在腾讯和骑虎360的交火纠纷中, 他是协调者。 中国工业、 信息企业的每一寸进步, 都离不开李一中这个名字。 从央企少帅到部委少帅。 与李一中的经历类似, 苗维也是工程师出身, 在大型国有企业担任领导, 死后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在2005年之前, 苗维的经历几乎只有一个关键字, 那就是, 汽车。 1982年, 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 至1993年1月, 一直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工作, 先后任销售服务公司副经理、 生产部副经理、 生产司副司长。 此后, 历任机械部汽车司副司长、 机械部副总工程师。 1997年7月, 42岁的苗维, 出任央企东风汽车公司党委书记, 两年后出任总经理。 在将近八年的东风生涯中, 这位东风少帅为东风汽车公司扭亏卫营, 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间, 东风汽车总部从湖北西北山区的实验搬迁到了速有九省通渠之称的武汉。 而在离任东风之前, 苗维又积极推进东风集团香港整体上市工作, 使得这个山沟里的央企走向了国际化。 2004年, 美国商业周刊将苗维评为当年亚洲之星, 评价正式在苗维的运作下, 东风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主要的汽车公司。 东风将总部从实验迁到武汉, 武汉也随即将汽车定位为核心产业。 2005年5月, 苗维被任命为武汉市委书记。 主政武汉期间, 苗维着力打造武汉城市圈, 力推武汉, 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 2007年12月14日, 武汉城市圈或国务院批准, 成为全国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第二年, 苗维卸任武汉市委书记, 调任大布置改革的试点部门, 新组建的工信部, 任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 在工信部当时的六位副部长中, 苗维虽排名第二, 却是六人中最年轻的。 接手工信部, 苗维任务兼具。 正如李一中卸任后, 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新型工业化和大布置改革留有遗憾。 工信部成立后的三年, 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 其工作重心从保增长到调结构, 做过几番变动, 却始终未能在工业化、 资讯化融合和大部门制改革上真正破题。 几年前启动的大部制改革, 工信部是试点单位, 在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后, 工信部需要在年轻的掌门人带领下, 闯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和政府机构改革新路, 这无疑是苗维最大的挑战。 江泽民给东风送去大订单。 与前任部长李宜中的铁腕相比, 苗维的形式风格明显不同。 外界对于苗维的印象是面带温和的笑容, 说话不及不徐, 却又不失果断自信。 与苗维相识, 共事多年的张晓鱼对此深有感触。 张晓鱼现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他与苗维的相识,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两人都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任职。 1993年, 我们一起筹备组建了机械部汽车司。 我任司长, 苗维任副司长。 张晓鱼回忆说, 到了1997年, 东风汽车公司最困难的时候, 机械部决定派苗维同志临危上任。 这以前就是七八年。 当时东风汽车公司的困难程度难以想象, 连给员工发工资都很困难。 谈起这家三大之一的汽车公司往事, 张晓鱼惜欲不已。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风汽车公司, 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时期。 东风汽车公司像多数国有企业一样, 由于产品单一、 历史包袱省重等原因, 深陷传大难掉头的困境之中, 无法脱身。 而在苗维上任之时, 东风汽车公司已累计亏损五亿元。 当时的东风, 一度靠银行贷款为十几万员工发放工资。 正值缺粮少油之际,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 视察东风汽车公司, 随行带来了解放军总装备部二万辆卡车, 十六亿元人民币的订单。 对于这份订单, 苗维的评价是, 这是输血, 造血还要靠东风自己。 他立下军令状, 两千年底, 如果东风公司不能实现扭亏未盈, 我将引就辞职。 天道酬勤, 在苗维的努力下, 两千年, 东风汽车公司迎来了转机时代。 而中国汽车市场恰逢其时的井喷, 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东风汽车的主导产品, 中重型载货汽车, 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至此, 东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到2002年, 东风汽车公司盈利达58.5亿元, 2003年, 提到到61亿元。 此时, 苗维终于获得了足够的空间, 挥舞资本利剑, 为东风汽车公司, 搭建战略平台。